三位组长勿瞪口呆地看着杨无敌 一时间都忘了看 怎么 你们怕了 我们四宗联手 也有接近一千名魂士 以我们的势力 联合在一起 不会比下四宗任何一宗差 难道我们苟延残喘就有活龙吗 还不如拼上一拼 和我做生意的 有两大帝国的人 我最近一直在联系 兴罗帝国 如果我们组建个宗门 不如就到兴罗帝国的首都去 在那 吴魂殿的势力不是太强 生存下去应该问题不大 我 老战亚 你是不是吃亏了你 平时你可没怎么冲动啊 吃亏 何止是吃亏 下四宗的混蛋 已经准备对我破制一族动手了 此次回去 如果我再对我所行动 明明今天 你们就准备给我烧香了 说 老战亚 我们哥几个的想法 看来是不谋而合了 像家宗前天刚过来 找过老犀牛 我们单独一宗 今后恐怕都难以生存 不过老猩猩我对兴罗帝国那边可并不看好啊 我们都不熟悉兴罗帝国 也没有人在那常住过 我跟老犀牛 老白鹤 已经商量过了 准备一块到天斗城去 不管怎么说 我也在那经营了二十年啊 也算打下了根基了 大家伙在那都能有个落脚之地 等哪里 这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我们破制一族的经营网络 都在兴罗帝国 如果去了天斗帝国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但凭你们励志以后的经济能力 恐怕没办法养活到这里 泰坦呵呵一笑 你放心 养活大家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准备建立的宗门 名叫唐门 这不吗 我刚要介绍宗主给你认识了 但你不搭理我 你说他做宗主 这个勇修未干的小子 有什么不可以的 老星星 我这边的火烧眉目了 你还有心思跟我说笑话 我说老山羊 谁跟你开玩笑了 唐三不但是我们唐门的宗主 而且他还是主人的儿子 你说他是唐昊的儿子 杨无敌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 猛地转过身朝外来走去 我看你这边 感谢观看